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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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平时会有一些吃豆腐的误区 首先豆腐能不能多吃呢? 豆腐中含有一种造脚干的物质 它能够促进人体内点的排泄 但是豆腐吃多了会得这几种病 一 促使肾功能衰退 大量食用豆腐 摄入过多的植物性蛋白 体内生成的寒氮肺物增多 加重肾脏的负担 使肾功能进一步衰退 二 引起消化不良 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症状 三 促使动脉硬化形成 豆制品中含有极为丰富的氮氨酸 氮氨酸在酶的作用下可转化为半光氨酸 半光氨酸会损伤动脉管壁内皮细胞 四 长期大量食用豆腐很容易引起点缺乏 导致点缺乏症 五 促使痛风发作 胃寒者和异腹泻者 脾虚者 以及常出现胰经的肾亏者更要控制食用量 因此适量食用才是关键 什么食物不能和豆腐一起吃呢? 一 蜂蜜 蜂蜜中含有很多的动植物酶 而豆腐中又有很多的有积酸这两类物质 混合在一起容易在胃中发生沉淀 并且导致两者的吸收都不太好 影响两个物质的营养价值 如果进食过多 还可能引起胃痛导致不良的后果 二 香葱 香葱中含有非常多的草酸 而豆腐中含有非常多的钙类物质 这两类物质放在一起容易结合形成沉淀 人们长期这样吃会容易使人体缺乏钙 而形成的草酸钙容易在身体的肠道和胃里形成结实 很难被人体吸收 如果经常吃小葱拌豆腐 可能会导致人体过度缺改而引起抽搐的现象 说到豆腐 很多人都会想到由豆腐发酵的臭豆腐 也有很多人喜欢吃臭豆腐 那么吃臭豆腐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严格按照标准的合格的臭豆腐中 富含植物性乳酸菌 具有很好的调节肠道及健胃功效 臭豆腐中含有植物性乳酸菌 跟酸奶中的一样 它的原料豆腐干 本来就是营养价值很高的豆制品 蛋白质含量达15%到20% 与肉类相当 同时含有丰富的钙质 经过发酵后 蛋白质分解为各种氨基酸 又产生了酵母等物质 所以有增进食欲 促进消化的功效 豆腐的各种营养成分 在做成臭豆腐之后 几乎没有损失 相反会有所提高 大豆中的翼黄酮 经过发酵变成游离形式 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和发挥作用 臭豆腐一经制成 营养成分最显著的变化是 合成了大量维生素B12 每100克臭豆腐可含10微克左右 缺乏维生素B12 可以加速大脑老化进程 从而诱发老年痴呆 而除动物性食物 如肉、蛋、奶、鱼、虾 含有较多的维生素B12外 发酵后的豆制品 也可产生大量维生素B12 尤其是臭豆腐 含量更高 臭豆腐虽好 也不能多吃 鲁飞表示 其一 臭豆腐含颜量超标 不符合每人每天设颜量 不超过6克的标准 尤其高血压患者更要注意 身体健康的人 也应设定上限 每天最好别超过1块 第二 油炸臭豆腐 一般是以新鲜豆腐 短暂浸泡臭卤水 让臭卤水中的细菌、 黴菌分解豆腐中的蛋白质 进而使豆腐的组织松弛 散发出臭味 然后再油炸 营养含量下降 因此尽量少吃 则建议大家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它们含有的维生素C 可阻断其中亚销胺生成 当然 如果是黑心臭豆腐 那可是万万不能吃 太损害健康了 我们看一下 可能会致癌的黑心臭豆腐 一 化学的手法导致致癌 如果用硫酸亚铁可产生黑色 再加上其他的臭味物质 即可成为臭豆腐 这可是相当危险的 过多的铁 对人体的肝脏非常不利 而且 其臭味物质 可能是蛋白质的腐败而成 所以说 它有致癌是可能的 二 腐烂导致致致癌 臭豆腐之所以臭 不可否认 其臭味会有蛋白质的腐败物 氨类 它可与亚销酸盐作用生成亚销氨 相信大家都知道 亚销氨是强致癌物 建议在吃臭豆腐时 最好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因为 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富含维生素 特别是富含维生素C 可阻断亚销氨的生成 三 毒菌破坏神经系统 臭豆腐在发酵过程中 会挥发大量盐鸡蛋 有一种叫肉毒菌菌的毒菌 常会随着臭豆腐的制作 而繁衍其中 而肉毒肝菌 是一种致命病菌 在繁殖过程中分泌毒素 是毒性最强的蛋白质之一 人们食入和吸入这种毒素后 神经系统将遭到破坏 出现头晕、呼吸困难 和肌肉乏力等症状 引发人体胃肠道疾病 臭豆腐的发酵工序 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的 以北微生物污染 另外 臭豆腐发酵前期 是用毛维菌种 发酵后期亦受其他细菌污染 其中还有致病菌 因此 臭豆腐一次不要吃的太多 以免引起肠胃道疾病 四 不卫生影响身体健康 现在大多数臭豆腐是以化学染料 搜水、污水甚至粪水加工制成 一些黑心商人 先将豆腐切成块水煮 并加入黑色粉末 数分钟后 豆腐全染成紫黑色 晾晒后放入盛满又黑又臭的水桶里 浸泡变黑 黑水是以田螺与搜水、腐肉、死苍蝇为原料 发酵密封到长区 产生刺鼻臭味 若不够臭 再放进少许分水增臭 五 霉变引进胃病 臭豆腐本身就是霉变的食物 成为不好的尽量不要吃 否则会容易造成胃痛胃胀、腹痛腹泻等 臭豆腐只要经过正常健康的加工程序 安全是有保障的 致癌臭豆腐的说法可能存在于一些不合格的商家 所以吃臭豆腐的时候 要留心观察臭豆腐的成色、味道等 懂得挑选合格的臭豆腐 就可以避免很多健康问题了 臭豆腐也有一些营养功效 爱吃的人们要挑选健康的食用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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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